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博奖的《垂调周天》第三卷第123集 世界的毒瘤 史黄岑言,在神魔镜之中达到精气神的圆满,视为真正的神魔镜巅峰 以这样的状态突破,能够有不可思议的造化,直接突破到不朽镜之上 言语中还有感叹,似乎是有些惋惜当年没有达到真正的神魔镜巅峰突破 导致自身的潜力受损,还在不朽镜之中蹉跎了不少岁月 对于史黄所言,北风之前是将信将疑 毕竟这只是史黄的一个猜测,并没有得到证实 但北风也没有其余的办法了 但凡有一丝希望,北风也会牢牢地抓住 北风恢复了灵却之后,能够感知到系统的阴影,随时都笼罩着自身 没有任何办法避免,一旦突破到不朽镜 自己绝对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会死,是已 北风宁愿放弃,现在突破不朽镜 转而开始打磨自身 想要达到神魔镜真正的巅峰,一举跨越不朽镜 这是北风最后的生机,北风不会放弃 之前北风只是将信将疑 但现在,北风却是有些信了 之前北风的肉身强度与修为相差太远 北风没有丝毫的感知 但是随着这一次,一举修成了耶阿真经第三层 达到了第三层的巅峰之后 北风能够感觉到自身的变化了 大道至简,殊途同归,修行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分叉 最后呢,又回到原点的循环 精气神,乃是一个武者,真正为之以仗的核心 三者缺一不可 三者任何一个方面进步,都会带动其余两个方面的前进 单独修行一个方面,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就像是一个人,全身上下,就右手力量最大 可左手却是残疾 但这并不影响这个人的生命 顶多也就是身体有所缺陷 修行也是一样 北风之前就是气的修行 远远超过了神与精 而随着精的增加 北风就像是身体有残疾之人 残缺的身体开始被修复 北风能够感知到自己的精与气开始接触 不但是单独地运转 而是开始试探性地融合 只是现在这种融合呢 仅仅只是一个趋势,还远远不够 气依旧占据强势的一方 每当精想要与气融合之时 都会因为气太过强大,导致融合失败 但是两者相互碰撞,融合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奇异的能量 这一股能量比起单一的气与精 更加的强大 有些时候 一加一仅仅只是等于二 也有可能是等于无限 这一股由精和气碰撞融合的能量数量 极为的稀少,一闪而逝 但是这一股能量却是蕴含着造化之力 不断地推动着北风的肉身变得更加的强大 一旦按照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只要我的气与精 皆是达到神魔镜大圆满 我的实力也会暴增 远远超过同境界 达到无限接近不朽镜的地步 北风有种名物 自心间生起 算是明白始皇凭什么能够以神魔镜大圆满的实力 博杀一尊不朽镜了 修行难 无尽地结束 稍有不慎 就是生死盗消 不是所有的生灵都能够同时将 精与其都修行到神魔镜大圆满的 诸天万劫和其宽阔 其中天骄无数 更有不朽镜的亲子 不管是修行环境还是条件 都要远远地超过北风 但是纵观诸天万劫 又有几个人能够在神魔镜时 将精与气皆是修行到神魔镜大圆满呢 更别说是将精气神三者都修行到大圆满 其中不仅是天资与资源所决定的 真要是那么简单的话 那么估计不朽镜之上都是多如苟了 同时将精与气 又或者精与神修行到神魔镜大圆满的武者 肯定有 而且远远不止一味 但是能够做到 以神魔镜大圆满与不朽镜搏杀 只是落在下风而不死的 仅仅只有始皇一人 北风就算是将精与气 修行到神魔镜大圆满的地步 也只是敢说 自己无限地接近不朽镜 更别说是与不朽镜搏杀全身而退了 北风能够做到的最大程度 就是带精与气都达到神魔镜大圆满时 能够与不朽镜交手 但是真正死战不退 北风绝对会陨落 哪怕对手是一尊最弱的不朽镜 北风能够做到的 仅仅只是能够从不朽镜的手中逃走 还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就是差距 对于其余之人而言 想将精与气都修行到神魔镜大圆满的程度 比起突破之不朽镜还要更难 有这个时间 他们完全可以突破到不朽镜 甚至在不朽镜之中 走出去很远了 一旦以气成就了不朽镜 还可以再回过头来修行精与神 但北风却是与这些人不同 北风的头顶一直悬着一把刀 能够要命的刀 让北风不得不走一条艰难无比的路 就如这一次的雷杰 固然有以人身逆反压血脉这样的逆天之举吧 但更大的原因是因为 北风的气修行到了神魔镜大圆满 可以说要是北风仅仅只是单纯的修行一压真经 雷杰绝对没有方才那么恐怖 正是因为北风的气达到了神魔镜大圆满 这一次的雷杰才会如此的恐怖 强如北风都是闲色还生 可以说要是现在让北风再度一次劫 北风都是没有信心还能够度过 可以预见随着北风的肉身越来越强 接下来的雷杰也会越来越可怕 不为天地所容 为什么始皇有着霸掘天下的实力 但一直以来却是身居在咸阳宫之内 不是不想出手 而是不愿意出手 任何世界都拥有晋升的本能 超级星辰之前 各种星辰都有各自的办法 而到了超级星辰之后 世界会不一余力地 培养出世界中的生灵 生灵越强大 数量越多 那么世界晋升的几率就会越大 就算在整个宇宙 诸天万劫之中也是一样的 但唯有一点例外 那就是超过这片宇宙枷锁的强者 如始皇 如天魔界九大至尊 这些强者 不仅仅不会受到世界的钟爱 还会受到世界的排挤与针对 面对整个宇宙 诸天万劫的力量 哪怕是始皇 九大主宰 也会无力反抗 当然 到了始皇这等境界 就算是整个诸天万劫的力量 也只能够将始皇压制 又或者是排斥出这一方天地 这就是所谓的飞升 如始皇这等强者 消耗太大了 不仅不能够帮助到世界的晋升 反而会让世界 逐渐地走向灭亡 是整个诸天万劫之中的肿瘤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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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